从零到一编制给了我们一个想象的蓝图 这是他们构筑的文字的世界 然后Charles会给我们一些大量的参考和概念的氛围的设计 然后我们会逐步从氛围设计概念之中 逐步到场景的还原 构建出一个真实可见的世界观 这一次其实弧星非常大的突破和在剧里面的尝试 主要是要还原戏剧的部分 它不能零互动 它要跟主角有实质的接触 这是我们最主要的技术指标 我们的特小总监最后还在台北租了很多后期的棚 又要重新去把人要合着我们的定检画面 要重新再把这个动态捕捉 再完整的还原到生物的身上去 又做了特别大量的筹备和准备工作 我们的用心应该观众是能看到的 弧星可以说是用到了我们目前业界所能够提供的技术 包含生物的技术 那生物的技术里面还有包含肌肉模拟 我们并不是只是做一个生物 生物它里头还有肌肉 那肌肉模拟完了以后呢 外面还有一层脂肪 那你得把这个脂肪做上去 动态才会更活灵活现 代表主角天要的龙 由于它的龙角在剧中扮演关键的角色 我们特别将它设计成能喷出魔法般的龙眼 藉由龙眼的强弱呢 来表达不同的阶段的戏剧张力 我们必须制作这条龙 它有很多的面部表情的表演的可能 尤其在最后大战的时候呢 几乎只有一个眼睛这么近的特写 对于生物的精度的要求就非常的严苛 另外像面部扫描 场景扫描 我们用了最先进的Ladar Scan 去把我们所有的场景都扫描下来 在设计跟制作的过程中 从前期到我们拍摄到后期 我们跟整个拍摄团队都讨论非常多次的 关于各个人物的石海 比如说燕回本身的石海呢 就分为非常多的阶段 但是这每一阶段呢 完全得凭空去想象出来的 那我们在当中用了一个水的元素 用水来表示现在的燕回 它的功力呢 恢复到了什么程度 它能力被禁锢起来的时候呢 我们就用很大颗的黑钥石 把它的石海给封印住 但是等到它有一天突破这个禁锢的时候呢 它就能够打破黑钥石 象征它法力的汪洋大海呢 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迷雾森林 因为中间触动了机关以后 它会进入下一个阶段 又变成了一个全新设计的场景 所以它的空间跨度非常非常的大 结合这个空间跨度 我们的美术指导东智良 当时给了我们一个世界观 它结合了中国哲学观的五行系统 金木水火土 然后我们的青秋跟龙骨 其实就坐落在了这个木质属性里 所以我们用了巨树的概念进入青秋和龙骨 因为沪欣这个故事一开始创作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它是人间的故事 想把它做得更接地气 就从女主的性格 然后到就是周围的氛围的描写 以及整个场景的布置来说 都是人间地界的故事 而且讲的也比较实际的一些事情 它的每个生物会让我觉得非常真实 包括像天原魔在打的时候 我们一看的时候我就说 这个皮肤的纹路啊 还有给力量的这种感觉啊 我觉得都还挺好 然后在那个故事的一些特效美术的呈现上面呢 它都是往那个实处去打的 这可能是跟很多现在的仙侠 有点区分的地方吧 我觉得整个沪欣有非常多 有意思反套路的 具有当下感清醒的情节 虽然它是一个仙侠的世界 但我觉得它无限地接近于 现代当下年轻人的生活 非常希望观众能够走进我们 护心的世界 然后可以听到观众的心声 然后也让我们 未来可以做更丰富的仙侠 项目给观众 谢谢 谢谢